找到任何一个病人 他自己也觉得有 缓乎的水肿 不管在身体、四肢、前身 或者在呼吸道黏膜、胃肠道黏膜 在黏膜系统有缓乎性的水肿 甚至有的人有缓乎性的肚子痛 甚至细管也会肿起来 甚至觉得呼吸困难 那这些都要尽快找专门的医师 去确定他有没有遗传性的水管性水肿 那这些所谓的这样的病人 一部分的病人在全世界的文献报告 他是有合并甲状腺、肢体免疫失调 所以我们这些病人都会把 赶快跟他确定 因为这样的病人 假如你不赶快跟他确定 当他下一次的发作 也许他就发作在这个后头 后头然后他就不能呼吸 他就可能会死掉 但是你目前因为台湾有 罕见疾病法的成立 那这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已经被认定是一种台湾的罕见疾病 所以政府会给予几乎100%到80%的补助 那这个都可以治疗得很好 所以认识一个病人说没有怀疑 有水肿的心脏 反护水肿 再加上甲状腺 自己的免疫的失调 那我们还是建议这些病人尽数 找专门的医生做确定诊断 找出来 就一次把它解决 那这些病人在目前使用 这个罕见疾病律法 所通过的药物 通常他以后再发生的机会 都非常少 而且不会发生 危及到生命 或者到长期的 药物使用的方式 都可以避免 感谢观看